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8课不同的语法 我也可以讲已经是完整的 你该会你必须会都在这里 所以你会到晚你才能够讲 你真的有这个程度 不是说我会了 你会什么 38吗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需要知道 你就需要去学 然后呢 这个课程是7月1号开始 今天32课 那么我们正式剩下8天 这个课程就结束了 对吗 我每次都写错了 每一次都错 我一直以为是 一直在想是40 所以这个应该是32 6 所以我们正在6天 或者对我来讲应该是6课 就结束了 OK 今天我们到一个新的课 叫做Question Words 英文语法就有这一课 Question Words的意思就是 那些字我们用在问 在发问的时候 那我们叫它Question Words 问答的字 当然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Wh Questions 因为你可以看它全部是Wh title 所以你如果有发现到它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Wh 我们叫它Wh的问答题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白板 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呢 请你打开 九十四九十五 也就是32课 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两课 Lesson 1 and Lesson 2 Exercise 1 and Exercise 2 所以Exercise 1呢 是关于who和which 填下去 who是谁的意思 which就是哪一个 我们通常 which呢可以用在动物和东西 人也可以 如果我们讲which boy which girl也是可以 不过今天的练习 我没有写人 因为我要做的练习 是给学生懂得分别 人 动物和东西 然后要怎样用而已 所以在这个which呢 所以在这个which呢 我没有写人 学校哪一个人教你英文呢 哪一个人 就是who which question is the hardest 哪一个题目是最困难的 哪一个题目就是which who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谁能够解答呢 人才能够解答呢 都不可能 东西是不可能 所以就是who which answer is correct 这里的answer就是答案 答案是东西 东西就是用which who can help me to carry these books 谁可以帮我台这些书 一定是人嘛 人就是用who who is that tall man 他跟高高的男人是谁呢 who which pencil is longer the blue or the red one 铅笔嘛 铅笔是东西 东西我们就用which whom did they go with whom就是谁 whose呢是谁的 所以他们跟谁去呢 whom shall we talk to 我们该跟谁讲话呢 你看一般上whom呢 后面你可以看到with啊 do啊for啊 buy啊from 基本上不是全部 whose novel did you borrow 你记谁的小说呢 谁的就是whose whose cat is meow 随的猫在喵喵叫呢 随的就是whose whom was mr.alex talking to 你就可以看到do 他跟随讲话 whose thoughts are these 这些话只是随的呢 whom did sasha meet yesterday sasha遇到谁呢 这里没有 没有do 没有with 不过你还是用whom 其实你可以用who 但是这边没有who的选择 所以你可以用who 就是说who跟who都可以用 whose house is that 那个是谁的家 谁的家 ok我今天完成两个 exercise one exercise two 总共有五个 我会留exercise three four and five 在下一个video 就说这个exercise呢我用两个video来完成 那请你给我一个like share和subscribe 如果你觉得我的video有趣 然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或者add我 在instagram 我instagram的名字是susan lee 我的username呢是 李塞印 全部小写的 李塞印是我的名字 当你follow我在instagram呢 记得hashtag learnwithdoctor lee 以便我们可以一起学 希望你post一些comments 一些评语 关于你的进展 你的经验 还有你的 经验 进展 还有你的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experience 有progress 有feelings 你的感觉 你的感想 因为我们都快结束了 所以也许你跟这样多个video 你都有一些感想 你可以post在instagram 然后呢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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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video下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description box 请你进去看看一下 然后里面也有一个格子 给你填你的名字 你的电话号码 还有你的地址 如果你想买这本书 你就填掉它 很多人看到level1 他的心马上就会想 这个一定很容易 反正是level1 就好像一年级或者初中一 一定是很容易 那到底你怎样知道 是容易 还是不容易 或者是level1 到底程度在哪里 这个就是level1 因为这些呢 我全部是从这本书写下来 我的level1就是这样 那如果刚才我在上课的时候 你发现到 你全部都会 或者我还没有讲 你都已经知道答案 那这本书呢 真的是不适合你 也不应该买 那如果我上课的时候 你发现到 哇 有这样多我不会 有这样多我需要去学习 然后而且我也很想进步 那这本书你就可以买 就请你 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请你whatsapp给我 whatsapp给我 whatsapp你的名字电话和地址给我 然后我呢就可以process 我就可以定这个书 然后呢 把这本书寄到你的家里去 通过korea会比较快一点 ok 所以记得 如果你要买这本书 如果你要学习 这边有1300多个题目 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就请你whatsapp给我 你的名字电话号码 还有你的地址 ok 随时记得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